曾克謙今天宣佈退出國民黨 我不認同的就是對手操控民調的真實性 今天我宣佈退出國民黨走我自己的路 憲黨部感謝憲黨部也感謝民調公司 都是公正公平公開的 但是我不滿意的就是對手在五個項選舉的時候 操控民調的真實性 這是克謙所要強調的 全五個項民都知道 對手的一個在出選的時候 鋪天蓋地的 不管是送口罩送米送麵 甚至送折價券 另外教導民眾 老人家都教導他說 我35歲我大學畢業 這樣子公正嗎 我們的觀察員在民調公司都聽到了 但是民調公司是公開的 他不能質疑被問的人 今天不可想出選民調因為對手而失真 我非常的不服氣 謝謝各位 不必放食喔 我八年前就參加湖口湘的民調 我也初選過 那時候我拿得起放得下 因為黨內同志 畢竟有競爭就有勝有敗 我覺得拿得起放得下 我當初八年前我都做得到 我很意外今天曾克堅政議員 會有這一個說法跟工作 那我想從民調的一個主要 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可相親 他是信任我的 我也會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